大家请问 双方就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 同意举行外交政策 贸易 领事 南泰 气候变化 人权等领域的政府间对话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辩理人员往来 并就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持积极沟通 双方商定 新西兰贸易部长将于四月访华 继王毅外长访新之后 两国外长将于年内实现互访 双方同意进一步开展 高层交往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也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海问题 美非的军事合作不得损害 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更不能以此为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站台背书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不久前 日本防务部门多名县职的官员参拜靖国神社 退役的将官即将首次担任靖国神社的公司 这一系列消极动向 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 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不要进一步施行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坚持劝和促谈 中方支持事实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对所有和平方案公正讨论的国际和会 中美在军控与防扩散问题上 是有对话渠道的 美方应停止麦克风外交 就推动国际军控进程而言 当前最紧要的是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履行核财军的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实质地削减核武库 为其他核武器国家 加入多边核财军谈判 创造条件 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中方对穆斯塔瓦先生 出任巴勒斯坦新任总理 表示祝贺 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 都必须遵循巴人治巴的原则 充分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增强权威 实现对所有巴领土的有效管控 支持巴各政治派别 通过协商对话 实现内部和解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为缓解当前紧张局势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重回两国方案正确轨道 贡献力量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不存在什么副总统 中方坚决反对 建交国同台湾地区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使捷克政府在终结政府联合声明 联合公报等多份正式文件中 做出的郑重承诺 中方敦促解放 重信守诺 严格约束个别政客 立即终止损害捷克国家信誉 破坏终结关系的恶劣行径 并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事件的负面影响 我们同时证告台独分子 搞台独 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在国际上 搞一中一台 必将引火烧生 自食苦苦